哦 大家好我是小便 我有来了 今天你们来着了哈 一锅视频学会两锅菜哈 一锅小树肉 一个黄梅小树肉 开赶 准备一块家事肉 清洗哈啊 如果喜欢吃半肥半手的朋友 就选择这个乌花肉 我喜欢吃手的 吃肥的容易胖啊 先把肥瘦分开 然后再去皮 再去片一下 切成条条 先把肉腌制一下 放点盐吧 少许白糖 花椒粉 料酒 搅拌均匀 盐一定要少一点 我们等会儿还要降门 腌制15分钟 再来调个面糊 放到玉米淀粉 放一点点盐巴 再放点花椒粉 小麻的多了点 再打入两个母鸡蛋 再搅拌均匀 淀粉多了就加点水 烤三个可以拉丝就可以了 准备点腐来切点姜蒜 再切点青红椒当配菜 切成菱形片 还有个土豆 切成菱形块 放入清水浸泡 还有碗泡泡好的香菇 颜值好好开始挂浆 有点挂到这个程度 轻松挂不上 老肉帮人的 阿刚点火 要得看看 烧油 六层油温开始炸肉 要尽量给它摆成 要用小火慢慢清炸 火大了就要浮 先清炸五分钟以后 先捞出备用 马上再复炸 油温会生八成热 再复炸一边 复炸四十秒后 盛出备用 这样的小薯油做好了 吃火锅就用到家里吃回 再添个黄焖酱 生抽 黄豆酱 甜面酱 一瓢瓜 蚝油 搅拌均匀 不用 砂锅烧油 油再下个姜蒜 再放个调好的黄焖酱 放入香菇 泡香菇的水 土豆 酥油 再加上清水 散烧油转小火 慢二十分钟 酥油再好就会吃了 嗯 非常的脆啊 再放个青红椒 再蒙两分钟 再放个水圆葱 再一份香气四一粒 黄焖酱酥 送给大家 就这个黄焖酱酥 点了赞的朋友 要学不回啊 我买的肉去你家里边帮你做啊 你们 来啊啊清 让我再开一个 先吃香菇 我觉得香菇很香 来啊香菇香菇 香菇有根本来好吃 嗯 大链弄的好吃 比较小的 哇 是真香啊 特殊吧 非常浓郁的酱香味啊 哎呀虚浮 哎哟 好烫 这个酱焖过以后啊 这个酱香我就浓郁的 但它就不酥了啊 这我也香的 嗯 喝一碗了 要棒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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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香 你香菇比小鸭子香就香 是吧 太酱了 我们这种香菇一般呢 撒鸭子呢 撒鸭子呢 你别大了 你别别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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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香菇还好吃 太好吃了 但是它又有趣了点 太疼了 疼 太疼了 哈哈哈 不是什么意思吗 撒鸭子是吗 那还有点技术还能啊 哈哈哈 哈喽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带络了 如果喜欢我 喜欢父老师的新观众们 我大美 我大美 我们这边 摆了个歪